今天聊天其實他也講了非常多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就是你覺得你要讀研究所嗎? 你覺得你要進到大公司還是進到新創團隊呢? 就是他會接下來就做一些分享跟演講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他 嗨 大家好 我發現只有一個講話很好 因為我腦子都在想 就是前面幾位講哲講的事情其實還蠻發熱身心的 我覺得那個跌倒傷痛我覺得是自己蠻有共鳴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還是趴著還趴不起來的狀態 有點比較暗傷一點 我是諾貝爾 然後 他不理我 嗨 嗨 我要開是嗎? 我開了 哇 這是一個被霸凌的一個故事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嗨 我要 對 我要爬起來了 好吧 其實我對著這張也可以講三個小時啦 畢竟我是一個非常自戀的人 不是他 可以嗎? 還是 還是手動 我們幫你們前面擦張都這個東西 對我前面是他都是這個 那個 那個 對不過 原來是最後一張 其實我第一張跟最後一張是一樣的 啊 啊 這就下一張了嘛 搞得漫天 所以上我的人生投稿也是分不清楚了 是一個非常悲深的故事 好那個 我們還原來的是做青年職雅這張夥伴 然後我其實覺得我自己 我最近比較被認識的是職雅講師 我在台灣各個大學 我真的講過非常非常多的職雅講師 台政清交都有去過 然後易守濟南東華 我前陣子跑去那個慈濟 我發現慈濟不是特別遠 但是車票真的夭壽難賣 然後他們那邊就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 然後其實沒什麼人這樣子 然後我也在台灣我每年都有去幫他們犧牲做分享 然後有時候幫他們寫 誒有錄影對不對 不要亂講 那個 我今天會講比較多 可以在公開場的講 如果在私底下有什麼想要問我的 可以問我 所以我不會跟他說 要不要讀研究所 我怕得罪人 會不會跟他說 要去新宗還是大公司 我怕得罪人 好啦 就是我講過超過一百場的講說 我的學生超過五千人 然後我的滿意度是算蠻高的 開心一下 對 所以我人生的 沒有啦 對 電話就在這了 開心 電話就在這了 好啦今天要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我接觸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年輕人 然後他們之後有在工作啊 之後我們又保持很深度的聯繫 然後跟大家談一談 今天有什麼求職 現況跟挑戰 首先呢 我一次發現一個現象在最近台灣 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後就是職場前有很多事情 就已經發生 他屬於職場的範疇 所以我叫他前職場 非常沒有創意 呵呵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實習變成必必修 打兩兩個必不是多打一個字 是真的是他內內的字是必修 呵呵 在我那個時候啊 我是2012年大學畢業 在我那個年代 基本上你只要有實習就是outline 這種outline 一個系大概有沒有3%實習都不知道 那時候只要有實習 你一定有個超級好的工作 但現在你沒有實習 好像你大學生活少了一大塊 就好像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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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肝肺全部不見 剩一顆頭在那邊一樣 就非常的可怕 然後甚至現在實習已經有成為 就取代一年工作經驗的趨勢 就基本上 第一年在職場上面 你不會學到什麼東西 就是學習怎麼做一個 就是四肢俱全的有腦袋 有心的人類 譬如說主管剛剛被罵 你不要說老闆我要請假 下禮拜要去南投玩喔 呵呵 抓到阿魯巴 哇這個厲害這個厲害 然後你能不能夠說睡起來 譬如說9點半要上班 然後衣服穿 然後發現9點15分 年內的要遲到 你說不行 我要就是我要請假 這就是不行的 所以基本上 但是現在現在實習就是 大家會提早進入這件事情 而且學生身分真的是非常無敵 非常棒 你可以有很多犯錯的機會 大家會告訴你說 以後這樣不行喔 要先請假 要去咪之類的 但是這個事情 我覺得更可怕 就是實習的環境 其實影響質疑 因為以往就是 大家如果是進入職場 你是正式的話 你基本上會帶 很正式的先去學習 大家也會用非常正統的方式 去對待你 但是現在的實習 真的是拐瓜獵掃的地方 非常的多 有很多很神奇的機構 也在招實習生 也有非常奇怪的地方 都在招實習 就是你這個時候 如果你進入這個職場 在職場的認識 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狀態 的話 基本上你的結局也不會太好 譬如說你發現 你的老闆都9點半 10點11點才來 那去上班時候 發現沒有關係 我老闆都很晚才來啊 我也非常晚才去 我跟你講試試看 開心健康 所以這件事情啊 以往大家對實習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我提到去一個人 我是卡位 卡位之後只要我的老闆高升 或者我老闆GG 我就可以取到他的位置 我跟你講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實習 我覺得比之前進職場 更可怕的地方是 你會在這個地方 得到你對職場的第一個認識 然後這個認識好跟壞 會決定你之後的潛意識跟未來 所以大家要帶大公司跟小公司 好好思考一下 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再來就是 我覺得實習會讓我最害怕 最害怕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可怕的地方 一點就是 枝壓的起跑點已經往前了 就是一些比較積極的人 或是你在大城市的人 你可以在大一大二開始瘋狂實習 你可以做大概二十份實習之後 你會發現說 有人在大四那裡就知道說 我一定要往哪一個經驗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犯過兩百個錯誤了 就是我發現我在某個地方 老闆都愛我 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老闆覺得我是豬是智障 所以他在進職場的第一年 就會非常的穩定的 往一個方向邁進 相對如果你沒有實習 你上班第一年 以往就跟我當年的大家的所有朋友一樣 我需要花兩年的時間 瘋狂要亂換工作 去找我的目標的話 這兩年的差距是天跟地 所以這個事情 是我覺得非常害怕一點 然後這又很大幅的提醒 成樣的差距 如果你是在慈濟那個地方念大學 Hello 你要實習什麼碗高呢 那邊附近你一家7都沒有 連7的上班都要競爭 我會覺得 就這是一個 我跟你講這就是成樣的差距 所以這件事情 在四季大學也非常的明顯 就是我跟非常多的老師 像我都非常好 他們就跟我說 諾貝爾你好 我說怎樣 他說你還年輕啊 看像我們要找工作 我要麻煩你 我說為什麼屁啦 你這是某某大學 什麼博士類的 什麼什麼產業經驗 他就說大學要減招 為什麼因為出生率低到炸裂 就我們現在每年大概有 大概20萬畢業生吧 可能過個錢現在5萬8萬 那就是少一半的之類的 那感覺 是不是我隨便唬爛 但是就是那個概念 就大概講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說 開始在挑大學的時候 你會挑哪裡挑近的 挑城市 所以有一些蓋在 在不是那麼地理位置優越的地方 然後招生就很困難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蠻麻煩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 年輕人的挑戰 大概有哪一些 我覺得啊 就是 第一點就是我發現 大家對未來都很茫然 超級一匹爆炸茫然 就是這件事情可以從以前的 就是從 你可以從那個排行榜的書看到 大概民國八十年 九十年 那個時候的書是什麼 四十歲職場在啟動啊 之類的 或是什麼什麼 下半場人生正要開始 到最近有什麼 二十歲就定位 然後什麼 然後什麼什麼 贏在大學旗袍頂 人類的那個迷惘是提前 因為大家可以 埋定已經 趕趕趕趕趕趕到四十歲 發現呦 身輕的廷老闆在這兒 然後現在不行了 現在你畢業就發現 哈哈 這個世界有點刺激 所以啊 所以我發現就是 還蠻多人 就所有人都 他都不太知道說自己能做什麼 喜歡做什麼 擅長什麼 所以我才覺得這還是真正斜槓青年 就是他的斜槓就是 我不知道我能什麼 做什麼或擅長什麼 再來是斜槓青年 然後心裡都是那個槓 我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錄影就不好意思收帳號 不然我其實帳號才還蠻多的 呵呵呵呵 再來就是趨勢在變 就是如果最近兩三年 大家有關注就是新創的話 就會發現每一年的那個趨勢都在變 前幾年什麼 什麼什麼3D列印啊 可以引人的乾燥 很厲害喔 然後他會demo給你看 我可以引牛肉乾出來 哇帥帶 現在誰在講3D列印 現在只有32D 沒有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有錄影 不要說奇怪的話 就是有些趨勢又在變 然後前置又有幹嘛 然後最近還有什麼 大數據AI 然後 在我就是做職場這邊 最明顯就是前幾年 大家跟我說老師 我要進入 我要做marketing 有什麼東西好做 然後前幾年發現的時候 我要做RD 我要做工程師 最近說老師我要做大數據的 哪裡有可以做大數據的 我說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哪裡數很大 大數大數 你可以把鋸啊 大數據也不錯 禮物局缺人 禮物局啊 這個真的就很尷尬 所以以往啊 其實你那個地方 是還蠻準的 就大概說要往哪個地方去 大概就往那邊去 但現在不行呢 那個風箱很亂 所以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再來就是有顯著的 產學路的問題 非常極顯著的 包括人家職場上的 應對進退啊 書信鑽起來 請假加班求職 找工作 然後你要轉職幹嘛的 有很多人 不知道怎麼離職 他就乾脆 他決定離職的第二天 不去上班 我就覺得哇 這個厲害啊 這個哇 這高幹啊 這個哇 這是救援控管耶 你不要老闆 老闆不放你 沒關係 讓老闆放棄你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當然我都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後面 就是我覺得求職的基本功 是大家最忽略的 基本上現在亂弄也有工作嘛 新鮮人嘛 大家都覺得大家什麼都不會 所以基本上避者 一定都有工作著 但這工作好跟不好 跟你未來有什麼樣的心態 在面對這個工作 怎麼樣去做自己的求職 就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今天好像沒什麼時間 我會跟大家再說一下 好啦再來看 為什麼求職的觀念 自己要進步也很難 是因為資訊很勃大 錯誤有很多 很多人得到好的工作 關鍵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求職很好 是因為他爸很厲害 然後他爸厲害到 會讓他覺得 這都是他兒子自己的成就 然後這些人就會出來 大方確實說我跟你講 你就是要做花花綠綠的啊 怎麼樣 漂亮青春 他會覺得有活力 你試試 如果我爸不是郭台銘 你試試 那就是世界變很快 老觀念基本上還蠻失敗 基本上現在的求職的概念 大概兩年三年就會轉一輪 就是因為產業也在變 求職方式也在變 陸群人也在變 外產業也在變 所以基本上是會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最難過的一點 就是一直以來 求職都是屬於精英人士的 那種寫好的履歷啊 高級的面試技巧啊 什麼特殊的獵人頭啊 都只是給給精英的 所以只有精英才有人管 這件事情非常的哀傷 基本上你只要 像我在台灣跑嘛 我覺得只要中之北以下的同學 通常對自己的未來 是覺得隨便的 我覺得說 Why 就是我覺得你公布都很好啊 就是你 基本上都是有個很好 未來他說沒有啊 都是給那些 都你們台大政大 青椒的去弄就好 然後我們去給你們 屁什麼屁一屁什麼 我就覺得不是啊 不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是還蠻難過一點 所以我們還應該就是說 這三件事情啊 我們就在就學前幫大家 找一個好的時期 然後幫你畢業後 準備好的履歷 然後告訴你說 在未來三年你們 你應該怎麼樣經營的 好的人生 然後我們大概做的服務 就是這些啦 就是我們幫你做最專業的 專業真的是對的 我們履歷真的是超難填 因為你填著一個好的 真的不容易 但是要做這麼專業的內容來說 我們家的服務 還是算非常好的齁 然後另外呢 就是這點就是 根據需求才做 我們有幫大家做一個 現場的portfolio 就是因為我發現人質很想做 一件事情叫做人肉 他會去Google大家的名字 看找到什麼網高 所以最容易找到什麼 你知道嗎 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做個活動拍的影片 哇超級雷 你覺得在那邊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然後塞了木塊 欸欸欸欸 之類的 然後就非常麻煩 不過要不然就是 你有被大家tag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 就讓大家很好的 可以搜尋得到 可以見證你們的 就是線上的資訊 大家回去可以做一件事情 拜託 馬上把你的Facebook 改成一個越習慣的名字 越好什麼好寂寞啊 抽的是煙啊 什麼的 然後趕快創一個本名的Facebook 本名新的Facebook 然後把好友關起來 然後開始分享什麼商業週刊啊 數位時代啊那種文章 哇就是一個時代青年了有沒有 30秒 建立一個網路上GoogleD的概念 非常重要 差很多 然後我們當然也有在幫忙做 就是正職實習 跟一些講座培訓的活動 然後履歷工作坊也有持續的在做 履歷跟面試都有持續在做 然後我們也有在做欣賞課程 就幫助一些其他孩子也可以看 然後我們其實贊助還蠻多 就是偏鄉的孩子 可能你只要有 反正只要有任何的證明 什麼你爸媽覺得家裡很窮 付不起什麼的 我們都讓你免費 所以我們其實也算是一個社會企業 後來才發現 非常傷心 好啦 建議大家其實這件事情 最後三分鐘 建議大家回家質疑根本履歷 履歷真的他媽重要 就是履歷其實寫履歷這件事情 不只是求職而已 而是說你要為了求職這件過程 跟你對質疑的思考 跟反思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讀過決定 你知道決定是什麼嗎 決定就是職缺描述嘛 像今天沒有很多時間講 但是你有沒有研究過 你下一份工作的決定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研究下一份 你要幹嘛的話 你怎麼知道你在現在這一份 你要經營什麼東西 你要做出什麼樣的好的成績 才會讓下一份弄 很多人說我未來想要 當一個行銷的人 但他現在在做業務 然後他已經做了五年 業務覺得我累積很好的行銷底 哈囉那是騙數 你累積的是業務的話術 你看網報可以不一樣的OK 不一樣的那是不一樣的事情 再來就是 就專業格式還是跟大家講 非常重要 就專業格式非常重要 就跟有些人會覺得 設計比較華麗的格式很好 但我必須說 就跟你穿童裝 小時候穿很可愛 你長大穿童裝你試試 我今天穿Hello Kitty的衣服來 你看我會怎麼樣的樣子 就非常的奇怪 然後再來就是要經營工作層級 然後這邊再花兩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履歷上面 最容易犯的錯誤 就是你的個資 拜託大家手機跟email就好了 別人想說你家住哪裡 尤其是台北 你如果家裡放信義區 大家覺得你家很有錢 你是在賺利用錢的 你放天母就是你阿爸阿嬤都很有錢 你什麼名聲那種 就是你家超有錢 那萬一你住什麼 大安文山就是 你爸爸是狗民黨 媽媽也是狗民黨 兩代公務員之類 然後就有這種奇怪的一個概念 然後可以不要用照片 根據我的個人經驗 我不放照片啊 錄取率蠻高的 當然是長得醜的關係 就是傷心 再看照片 那如果要放照片 拜託你就放 出現你的臉 跟你的衣服的照片就好 然後不要做一些奇怪的特效 沒有用了 沒有用了 真的沒有用了 好 最後要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講email這件事情 我覺得email 是大家現在最雷最雷的 因為履歷大家如果真的很用心 寫上面都有各種的暗示 跟各種的美化 但是email帳號這件事情 是最少人會很認真的去發信 尤其是大家很年輕喔 像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真實的email 叫qgirl840509 是一個明國84年5月9號出生的 金牛座的可愛的女孩 你一看就知道這個人 那如果她又來不可愛 我跟你講大家就會生氣她 不是說漂亮不漂亮的工作 有什麼樣的關聯 而是說你覺得你很可愛 那你他媽不可愛 那這件事情 就我覺得人個人心情感就很低 那你是不是告訴我說 你很優秀 其實你根本不優秀 那件事情很奇怪 再來就是一些什麼 就是一些什麼可愛動物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Happy Tiger啊 Lovely Rabbit啊之類的 這件事情又很奇怪 然後像這種的email 就根本不用談 CYCY還有一個Y 你看YY沒有 哈哈陷阱有沒有 我覺得非常的尷尬 所以建議大家 你用英文的姓名拼音就好 比如假設我本名叫金城武 金城武就是你可以叫JC5 金城武然後Gmail 建議大家用Gmail 原因是因為Gmail 命名的邏輯非常的低能 就是它前面的大小寫 都是沒有關係 有沒有加點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件事情會建議大家 就是你用的英文姓名拼音 然後用就是外交部的直接的翻譯 會比較好 就跟你正式文件一樣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是 履歷觀念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履歷真的是萬靈丹 真的是萬靈丹 告訴大家履歷不重要的人 不是騙子就是傻子 不然就是他爸郭台銘 他爸爸的爸爸也是郭台銘 這種呢 就是 其實你履歷寫得好 那個不只是單純那個履歷而已 而是你怎麼經營你家的my say 你有沒有好好去研究這個 研究你未來的未來要幹嘛 然後再跑回來看你現在 你要做什麼樣的成績出來 寫在履歷上面 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我發現說 其實枝亞建議可以透過數據分析 會有一些好的一個排程 這邊商業機閉就先不說了 呵呵 好 整體來說呢 我未來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其實非常想要 就是改變青年的求職生態 跟這個困境 就是我覺得大家現在 在這場上面放棄的人 滿滿早的 還滿多二十七八歲跟我一樣 還年輕的人 就已經對未來充滿了絕望 所以你會發現那種 考公務員的啊 錄取了三十歲超級多 因為他在二十二歲大大學畢業 做了六年之後發現 如果我爸不是郭台銘 我就沒有希望 那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去跟那些人 啊算了今天是有錄影的 算了 然後我們要提升社會整年流 才會發現最近大多數 想要去國外工作 非常的多 但恐懼都還想啊 就我那時候 大學做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我現在看人口學報 就是全世界 基本上出生率 前幾低完就是台灣 因為台灣好幾年都超級低 從我大二的時候 到現在都超級低 也快十年了 然後傷心 那你看這個出生率低的國家 未來已經缺乏勞動力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主要的勞動力 25歲以上的青年到35歲左右 都想去國外工作 那台灣會剩下什麼 剩下數嗎 還是 還是剩下什麼 剩下停車位嗎 還是什麼的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算得荒謬 所以我覺得 希望可以幫助台灣 做更好的事情 然後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如果你之後想跟我聯繫 可以叫我Facebook 就搜尋Nobel 搜尋本名 會抽到一個假的 然後就是 假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本名又超大是假的 跟你說 搜尋Nobel 我是因為還有一點點良心 我才沒有把我的Facebook 改成什麼好寂寞 古代 或是焦點焦焦焦之類 這樣也不錯 那說不到我是誰 不然你可以寄email給我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